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怎么用程式来读网页 这个动作我们叫网路爬虫 用程式去读网页这个事情叫网路爬虫 那读网页当然是上面一定会有非常多资料 我想大家平常没事啊 一定会花Facebook啊 或花什么IG啊之类的 那你们总是希望在上面搜集到一些讯息 那我们今天就要教你怎么用程式语言来帮助你在上面 就是截取讯息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一个这个范例好了 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文字的处理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给你一大堆字串 你应该有能力去把里面重要的讯息给它截取出来 我们上个礼拜就在教这件事情嘛 就是假如说这个北维几度啊南维几度啊 这个你把结局搞出来 好那我们现在从个简单的网页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例子 好这个是台湾大学附设医院急诊及时资讯 就是说他现在等候人说几人啊 等候看者说几人就这个样子 那假设我们现在假设一件事情 假设你现在就是很想知道 就是现在全台湾每一间医院 他的这个急诊等候资讯 那你是不是如果有人叫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去复制哦 这里83人这里一人这里一人 好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 他其实就是都是同一个网站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更新一下看他人数会不会变化 好暂时没有变化没有关系 那个我想跟你们讲的是说 我们怎么用程式来截取这个资讯 那首先我们就要先知道 那程式访问这个网页 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他绝对不是看到这样的一张表格 我们来跟大家讲你会看到什么 我们点右键 这个会是你如果用程式来assess它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 看到的这个就是文字 你会看到的语法 其实网页的背后是一个叫做HTML的语法 这个HTML我们没有教 我没有教你怎么写 那我跟你们讲 你们的IE啊Chrome之类的浏览器 它其实啊就是负责把HTML语法 转成我们喜欢看的网页的格式 这样懂我意思吧 今天HTML语法我把它另存一下 另存新档 网页是可以另存新档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那它可以变成一个离线版的网页 好决来说我把它丢在桌面 好其实这是一个HTML档哦 你们看它是不是一个HTML档 看到了吧 HTML档 我今天其实是可以用祭祀本把它打开的哦 我来试着开启档案好了 好我其实是可以用祭祀本打开它的哦 好你们看到了吧 其实它是一个语法对吧 它是一个语法 然后在这里会有什么艺人啊 儿科等候ICU人数 后面大概就会有一人 什么什么艺人这样 这样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 哦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 就是整个网页它背后 其实就是这一串语法对吧 那我们现在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希望 我们的R元把它这一串文字把它抓到了以后 我们可以catch到里面重要的讯息 重要的讯息有什么 是不是就是 一人 一人83人 因为啊他们其他 他整个网页其他部分不会动 但是 这些人数会动 我现在更新他一下 看他 看变85人 对不对 那我先按右键 因为网页是 刚刚那个是83人嘛 我应该就是 我们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看到了吗 这边是不是就变85人了 所以说 其整个网页 像这种网页 他整个结构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为什么会不会变 因为他基本上 那就是一个界面 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表格 就是长成虚线的表格 所以他不会变 所以他会变的 就是这些资讯 那我现在要截取这些资讯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要做的方法 就是首先 你这个网址 这个不会很难吧 你就复制而已 这样好吧 然后你复制了之后 你把它贴到R里面 他的UIL就是这一大串 这就是台大 医院的这个急诊室的网址 好 那我们来试着把它读进来 试试看 好 你要读的函数叫Scan Scan 这个UIL 然后你要呈现成文字的格式 注意件事情 就是之前我们在读取一般的档案的时候 我们的encoding 有时候是什么 CP950 有时候是什么 网页绝对的encoding 都是UTF8 只要是网页 就一定是UTF8 因为网页是比较晚出来的东西 所以到那个时候已经统一了 好 我们现在按下RUN 好 你看他是要Scan一阵子哦 Scan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TXT 这个档案 他的属性是 文字 那他的长度呢 是191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他的前15个 前15个元素 看到了吗 台大医院副社医院急诊咨询 TITO 好 你看到了吧 他是一串文字对吧 好 但是 这样子做文字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不是很方便 不是很方便的是 其实 如果你仔细看 网页的格式的话 你会发现 假设我们喜欢的元素是 国立台湾大学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TITO 给他抓出来 你会看到他其实都是被 网页都是被这些东西给夹住的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被这个东西给夹住的 那被这个东西给夹住的话 我如果要看到重要的资讯 我其实是要透过旁边的标签去辅助 把我夹出来 取来说 等候看诊人数 他一定 因为他在表格里面 表格就是首先你要说 我现在要开一张表格 Table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结尾 所以他里面一定都是什么TD TRTRTR就是换行的意思 好你就算你不懂你也知道 总之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找到一个左边跟右边 然后把它给夹出来 对不对 好那我要把它夹出来 所以一开始我这样子的格式 并不好处理 我需要把它全部贴在一起 这样比较好处理 我可以用到past这个函数 我把多个物件把它贴在一起 我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textnew会长的什么样子 好现在看一下他 好你看到吗 他是不是就被全部贴起来了 那现在关键就是 我需要把title title把它夹出来 我只要能够把它夹出来 我是不是就可以 我是不是 我只要找title在哪里 title结尾在哪里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夹出来了 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说 你说什么 我们学什么政者表达式啊 那些是不是 用处就在这里 因为中间真的是不定长度耶 今天我总不能预设它的长度 就是2啊 或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大概知道 为什么之前的文字处理的语法 会这么的复杂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把它夹出来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title 然后中间出现 任意字元 任意次数 然后title斜线 html的语法一定是 某一个开头 然后斜线某一个结尾 就这样子 然后用这个 用这个就是 就是大于小于这种符号把它夹住 好我们把它的position夹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出现在哪里好不好 好 它出现在第67个字元开始 第67个文字开始 然后它的长度是37 有了这两个资讯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夹出来了 来 我们把我们的start start position 跟end position把它夹出来 start position就是67 end position就是67加37-1 所以是103 好这样可以接受吧 那接着我就可以用substream 然后把它夹出来嘛 对不对 我们来夹出来看看 好夹夹出来了吧 欸 是不是看到了 title 然后国立台湾大学 那个复制医院急诊及时资讯 然后title 这样可以吧 欸 它是不是被我夹出来了 好那如果你不喜欢 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我一开始夹它的标签嘛 对不对 你不喜欢它的话 那你就把它 用那个 就是用取代把它取代掉 那这样你出来的title 问的就是干净 好这样就是干净了 好这样出来就是干净了嘛 所以如果我今天 哎呦我今天想要 访问另外一个网页 我想要把它的title夹出来 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夹出来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我们去观察 注意一下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首先先去观察 我们想要的资讯 它的前后分别是什么语法 什么文字 然后我们把它夹出来 好我现在举个例子 举来说我现在对这个 对这个灵人这个非常有兴趣 那前后是什么 他前后一定是儿科看者能数 然后后面一定是儿科 这样这样对不对 那如果我用这一段 这个显然都会是固定的 如果我用这一段 把这个人夹出来的话 他今天换了 我就会看得到 这样懂我的意思哦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有了这个 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再夹一下 其他的部分 来 首先 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TR是个关键 对吧 好我已经跟你们讲 因为TR是换行 所以TR是表格里面的关键 好不好 但是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语法 你透过仔细的观察 你一样可以找到这个规律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们现在把TR的位置 把它抓出来好不好 好 这个你看一下我现在语法是什么 我把TR抓出来 然后斜线TR抓出来 代表这是起始这个结尾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说 XTML语法 它一定是 你看TD开始 那就斜线TD结尾 TD开始斜线TD结尾 那我现在要加的是TR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 Star Position Star Position 都是123456789 总共有9个 TR开头的 那几个TR结尾的 123456789 9个 所以我就1对1 这样把这一段夹出来 把这一段夹出来 这一段夹出来 这一段夹出来 那也许我就可以夹到一些 不错的这个字 对不对 我来夹夹看 好 i等1的时候我来夹它一下 i等1的时候 Star Position 就是Star Position 人面的第一个元件 里面的第1项 这样可以接受吧 那End Position呢 诶这样 这个依此类推这样可以吧 好 所以i等1的时候 我把这个字夹出来看看 看是什么 等候挂号人数 1人 诶这个不错吧 对不对 如果变得那么干净 你应该就会处理了吧 对不对 其实我就是把 那个 我就是只留下叉人 对不对 这样 这样其实蛮容易处理 好 i等2我们来看夹出什么 夹出 等候看者人数1人 i等3 等候出人数85人 好 所以你注意到 你注意到了吧 其实你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把它夹出来 那夹出来之后 你要怎么把它取代到只剩下0人 你当然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就是你把 因为假如说你i等1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想象出来 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前后一定是固定的 因为在整个网页里面 汇动的就是那个数字 对不对 那只有那个是关键资讯 剩下的东西我都可以省去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你这样就可以只剩下一人 这样了解我意思吧 那当然你说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当然是有啊 主要说 我想要把 主要说我可以把这个 就是这个 g 好我们来试一下 主要说 我们之前有学过就是 数字就是这样子 0到9 反正它前面一定是0到9 对不对 0到9 然后 出现一次以上 对不对 一次以上 然后 人 好我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 我把他的这个 就是我把他的这个东西给抓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好现在现在是等候 然后我想要把它夾出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我现在 做这件事情之后 他是不是被夾出来 28 在第28个字元 然后长度是2 所以就是28 29 对不对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 sub strim 28 29 哎我是不是就给夾出来了 所以其实你要夾出来 有非常多种夾法 你另外一种夾法 就是了解一下 那个叉叉人在哪里 那这个是不是 这个我们上节课有加码 是不是 0到9出现一次以上 那搞不好他100人 也是可以抓出来 对不对 然后人 然后你把这个抓出来之后 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把关键资讯 先截取下来 好如果你到这里为止 都觉得蛮了解的话 我们现在就想说 我们现在就想想说 练习就是 写出一个函数 让我能够随时知道台大急诊的即时讯息 你说我今天啊 我只要按 我只要 我只要把这个函数执行次 他就自动去scan 当下的这个台大急诊的这个网页 然后并且把一些 比较重要的人数 主要说等候挂号人数几人 我想要拿到 等候看者人数几人 我想要拿到 依此类推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那其实你就是要把他 你你 其实我语法大部分都写完了 我只希望你们亲手操作一次 然后真的把这些资讯给亲手夹出来 那你去了解 他真的是怎么运作的 好我们现在给你练习的时间 好我想就是刚刚 呃我们刚刚就是示范的时候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那关键就是 我需要把就是 我需要把那些东西把它截取出来的话 我找到位置之后 我就要做一些取代 那取代其实有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来取代 就来说如果你看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的开头都是等 然后之后叉叉叉 所以说然后到冒号 所以我可以用等 我可以取代掉等 然后点 然后这个任意之源 然后不限次数 然后到冒号把它取代掉 然后并且这个TD啊 或TR 他们这个标签 我要怎么把它一起去掉 哎 他TD跟TR我当然是很容易可以去掉 那重点是 这个斜线问号 问号是什么 出现零次或一次 问号出现零次或一次 所以是斜线有出现或没出现 我都要把这个取代掉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样的 我就可以留下非常干净的语法 然后我现在用ntu info 我每一次执行这个程式 他就会告诉我说 我现在人数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20000090 这样可以吧 那这个当然这个更新也不可能太快 我现在在暗示 他也不可能说人就变了 如果我们现在能看到人就变了 那就是我们运气好 不过大家机会不高了 好不好 所以说 我想就是 这个部分呢 他是一个基本功 我就知道说 原来我的 网页 我要爬文 他的原理是什么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 就是 如果我们要做东西做得好的话 一定是用套件来做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要教一个简单的套件 所以我们上 那个刚刚我说的练习 你如果没有完全做完没有关系 因为 其实用套件做真的快非常非常多 我们来看用快换做快多少好了 同样也是同个网页哦 这也是ntu hospital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首先你要先用readhtml 这个语法read的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ebsite 他这个物件现在长成什么样子 好看到了吧 他是一个也是也是这一大串文字嘛 对不对 好接着来 我们website 然后我们把tr的部分把它抓出来 这个tr的部分 你看是不是已经被我整理好 为什么 因为tr不是我们刚刚讲的 关键元素 关键标签吗 所以我现在请他找出tr在哪里 他是把他全部列出来 他把他全部列出来之后 我再问他 我再请他把html text把它抓出来 这些就是我要的 我要的text 来你看哦 是不是 这是不是跟刚刚一样 这是不是非常好处理了 而且标签都被去掉了 对不对 我只剩下 等候过号人数0人 所以一样我最后把这个插人插人插人 把他抓出来 这个我是不是就解决了 所以用套件是不是非常快 你看我这样一行 他已经到这里了 之后 之后应该也是蛮简单的 我只要把我只要把前后舍去就好了 对不对 恩人的钱跟恩人的后把它舍去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 诶 这个使用套件 这个RVEST 这个套件 是不是很快的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 你知道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要来做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 好不好 我们要找女朋友了 那这个 这个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网页 这个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页 看他现在还在不在好了 我确定一下 是不是同一份 然后这个 我特别找了一份网 诶 你看这个是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论坛了好不好 那个我想就是 因为我后来发现 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了 因为大家都太年轻了 这是一个叫PT的论坛 那这个论坛 就是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Alt Together版 是 专门有这个 就是专门让这个 男生上去找女朋友啊 然后 女生上去找男朋友啊 但是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 你看 这边都揪的 这个不重要 前面都有个 标签嘛 对不对 你看随便他 你看真女有多少啊 对不对 就是男生要上去真女朋友 说要多少就有多少啊 所以你说你是个女生 你还真的不太需要这个功能 对不对 可是你看 真男多么的少啊 对不对 真男朋友的人多么的少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给你们看哦 你看真男朋友 你看 你看 左边就是有几个人回应的意思 你看只要是真男的 就有一堆苍蝇下面回应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这个 如果你没有办法很迅速的在 女生发出真男文的时候 你就马上下去回应 这个 就我是没有试过啊 但是 呃 我可以想像 就是这个 呃 你可以想像就是 有人开了一个工作 那他可能会收到一百份履历啊 如果不是前面几份 大概 你不太可能会有机会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写一个 写一个程式 如果今天啊 我想要随时知道 有没有真男文 有没有新的真男文 对不对 有的话我就要知道啊 那这样子 我就可以用个回圈去跑啊 那一有 我觉得他就可以寄一个信给我 叫我赶快上去回文 对不对 这是不是很重要的功能 啊那个 女生就不需要这个功能了 因为你们随便点一篇 觉得喜欢的 对不对 大概都 大概人家都会很认真看啊 好那你了解这个生态了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 要怎么把 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 UIL把它Read了下来 你看我其实只是把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页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好了 好 我们按右键 检视网页人师嘛 你发现了 真男 这个真什么 对不对 他是被什么标签抓住 他是被A这个标签抓住 对不对 你看 任何一个真什么 他都是被A这个标签抓住 我直接告诉你们 A这个标签是超连结标签 就是 他后面会带一串连结 他后面会带一串连结 就是你点这个文字 会出现这个连结 会 会导引到这个连结 好那这个 你不管你知不知道 这是超连结标签 那都无所谓 重点是 你发现你想要的关键资讯 是被A这个标签给夹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做 非常简单 来我们把 我来我们把网址换掉 我们把网址抓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要抓的 node是A 对不对 我要把A抓出来 然后我把他的文字把它抓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了吧 是不是 各种这个 你看真女只要懂牛牛 大概是一个属牛的人 真女友对不对 这种我都不想看 我们来看一下 真男在哪里 秋天的缘分 不错 这个我蛮喜欢的 好不好 你要怎么抓到 哪个 你要怎么抓到有真男的 因为真女的你要把它去掉啊 或者是什么搜寻看板内 这个都不重要 对不对 重点是 我要把真男的部分抓出来 这个 我们不是有学过文字处理吗 要找到 特定关键字的好像也没那么难 对不对 特定关键字的怎么找呢 来 找一下 有真男的在哪里 好来来看一下 我们把真男的把它抓出来 好这就是我有兴趣的position 我有兴趣的position 一个 吴三 欸 秋天的缘分 好我知道了 至少我现在知道 有一个人 上去发了真男文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 这个 来 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 找到这份文章的超连结 那我要怎么找呢 来 你需要把 这个 来 我先来复制这里好了 就是刚刚 我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是不是直接说我只要tax 对吧 我现在改成我到这一步 好那刚刚我已经知道说 我要的就是第五三个了 对不对 所以我把 interested position把它抓出来 好 这一串显然就是秋天的缘分 这是我要的 我要前面这边 对不对 我要前面这边 我来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做的 我需要用到这个函数 叫做 这个 就是HTMLATTR 这个就是 我想要拿到 它的超连结 好看到了吗 我是不是看到它的超连结了 现在 我如果想要 访问这篇文章 我只要把这一串 复制到这里 然后后面BBS 后面这里 来 好贴上 看到了吧 我看到秋天人份 这篇文章 对不对 我没有特别对这篇有兴趣 我刚刚我真的只是随便选页 好不好 这个 这个 好好好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乱看好了 哈哈 像他一直放在网路上 我不知道他会放照片 好不好 那那现在重点 那如果我想要 我想要抓到其中一篇文章 我现在有了那个连结 对不对 好我现在有那个连结 我把Nitlink 我的Nitlink就是 我的Nitlink就是刚刚这一个嘛 对不对 好我不是要教大家去看 我其实想跟大家说 那 我现在做一件事情 我刚刚那个首页 我只能够拿到有人发真蓝文 然后它的超连结是什么 实际上 精确的资讯我还要点进去看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再用 ReadHTML 再去访问一下他 再去访问一下这篇 那你看 现在Sublink是刚刚那个完整版 对不对 好我再 再Read一次HTML 然后啊 我可以从这个 ArticleMetaValue这里 找到 这些资讯 找到这些资讯 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时间嘛 你说 你现在执行这两城市 发现 这是2020年9月 这大概也不太需要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 这个 另外这个作者的ID也是很重要 不然你要寄信给谁 对不对 所以 这些都是重要的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利用 ATML Notes 这样子把它给抓出来 好 那你会说 我怎么知道是ArticleMetaValue 那这一样嘛 请你去 那个 请你 檢视网页原始码 去看一下 我们重要前面这里 这个资讯 它是 它是在哪里 被什么东西夹住 你看到了吧 这个 那个 ArticleMetaValue在哪里 在哪里 这个 ArticleMetaValue在这里 看到了吧 ArticleMetaValue 是不是 这里是不是有这个 昵称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什么 什么 标题 然后什么ArticleMetaValue 是不是还有什么 秋天的缘分 然后什么时间之类的 好 所以说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用套件 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在 网路上看到 真男朋友文 对不对 好那刚刚那是一个特定的一页 我们现在来挑战 来练习的是什么 就是 这是 这是它的首页 这ArticleMetaValue 你如果想要最新的文章 你铁定是要访问它的首页 首页永远都会长这样子 然后接着你要找文章的时候 你一定是按上页 然后再上页 你看上页 它是不是就会有这个数字了 但在首页是不会有的 最新是不会有的 最新这里是不会有的 那 我怎么知道它的上页在哪里 我是不是就要找到 来 简视网页恩师 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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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页在哪里 好上页 这里是不是就有这个上页的标签 对吧 所以我 我 找完这一页 我看到觉得说有两个真男文 那 我是不是就要去上页找 那上页真男文 要把它找出来 找到十个为止 找到十篇为止 所以我需要你写个程式 就是说从首页开始找 然后一直上页上页上页 找到十篇为止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那你说上页那个怎么找 你可以 我其实我这里已经给你 告诉你怎么找了 好不好 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把上页的 网址把它抓到 好 也就是说 因为上页它铁定就是A 对不对 就是一定是超连结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超连结里面的 website 然后 超连结里面的 第八项 一定就是上页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这是因为那个版面一定是固定的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8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我之前有教过的符号 好不好 好 现在我是不是找到了 这是上页 上页就是这个 3807 对不对 好 所以请你试着 写一个函数 那 也就是说 今天你只要 RUNK下这个函数之后 他就出现这张PayPal给你 然后就是 从头面开牌 就是最近的 然后之后一直往下 这样好不好 那这个 你稍微试一下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困难 你就贴后面的程式嘛 好不好 后面的程式嘛 有这个 那你可以体验一下 好 那我们给大家一些时间去练习 好 那这个 这个是我刚贴第二题答案 所获得的结果啦 那就是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到底怎么做的 好不好 首先就是你要先开个 my table 这个my table 现在是空的 然后我就要一格一格填进去嘛 对不对 那因为我说 我最多就是找十篇 你这个十可以改少了 你想要改五也可以 好不好 那我就要放四个栏位嘛 就是它的title 就是现在 我是要找第一篇 好 然后 website i-1 就先读进来 i-1 好 我们先把它读 读进来 读现在这个网页 好 读完了以后 我们来把跟A有关的 就是跟超链接有关的 把它抓出来 好 抓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现在非常多篇文章嘛 好 need txt 然后interesting position 就是我要找到真男在哪里 发现完全没有第一页 没有真男的 那我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一段就跳过 那 next page next page 在这里 好 这是next page嘛 对不对 好 那我的url就改成了next page 然后再执行一次 再读一次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need html 然后 把A跟A有部分找出来 好 然后接着 把文字抓出来之后 看一下跟直 真男有关的在哪里 诶 十一 诶 这边有三篇还不错 那有三篇 那我们就一篇篇找嘛 J等1 J等1的时候开始找 好 J等1 好 那我们显然这个title就是在这里嘛 对不对 诶 J等1的时候 诶 我不是应该先读吗 奇怪 J等 interesting position need txt j 诶 诶 11 什么 11 11 J J是11 J是11才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 我是回圈这个interested position嘛 对不对 好 那我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一格 这一格就是 诶这个什么 北飘猫系女子冠想看烟火啊 跟他的网址把他抓出来了 好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把 我的credit id 是1嘛 我这样就可以把第一笔给抓出来 现在我这两个是不是就已经填好了 他填好了 那以后id跟tan他要进去文章里面找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就必须再写个回圈 然后i.1重新来 那我就 必须找说 诶现在的suburl在这里 然后subwebsite就是我把那一篇文章 点进去了 我点进去看 我点进去看的时候 我把article meta value找到以后 诶是不是 我就可以把id这个眼泪小猪 然后把它抓出来 然后跟时间 第四个 所以我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填完了 所有的mytable 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回圈 然后把前十篇把它抓出来 好这样大家大概理解他的原理了 是个详细的这个细节 这个 这个就是 诶你们可以再学习一下 再练习一下 可以换个看板试一下 或是换个网站 这样等我意思吧 诶有些人嫌这个族群太老了 我也承认 这就是我的族群啊 好不好 这不适合大学生这个族群啊 好那这个 这个 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刚刚有人说就是 想说要看西诗版啊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西诗版在这里 对不对 啊西诗版我们来看 复制连结网址 好他的连结网址长这样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 如果我们用西诗 我们现在来读西诗版 我也不知道西诗版的文章 啊西诗版有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点进去之后 诶他会出现这个画面对不对 你要告诉他你年满18岁 那谁可以看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有什么比较值得 诶 他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标签啊 他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标签啊 他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标签 新闻好了好不好 新闻好新闻好了 新闻好了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这边看不到 有什么有趣的标签啊 我们就说新闻好了 就是 我们把真狼换新闻 这样可以吗 我们把真狼换新闻 好那这样照道理讲 你应该是可以run的 对不对 好可是来了 我们现在读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奇诗版读了嘛 对不对来 我们来看一下website 诶 你发现什么 你发现你进不去啊 因为 你看看得出来 他说本网站 所以他到了首页 对不对 他是不是被导引到 你要按说 呃 我年满18岁 可是一说 我要怎么去按他 我没有办法按他 对不对 你感觉 你感觉到 我现在都只能够 给一个网址 然后我就被动的去抓说 哦 这个 他现在的网页长什么样子 我要去截取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按 按这个按键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我现在 为什么我现在 访问奇诗版是可以访问的 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访问的 我按过一次之后 为什么我可以访问 来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在这里 这里有个东西叫cookie 也就是说 你按过 你做过的任何事情 其实网站 你的网页 你的浏览器 都会去注意 你现在做到的事情 这样都会有什么 这边cookie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诶 这个cookie有一些是for这个网站的 诶 这里这里 找一下 诶 这个cookie有什么找不出来 诶 为什么 就是点不开他 这里这里这里 诶 这里有个over18 所以你必须告诉 你这个观看那个标签就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你必须告诉网站说 你是over18的 如果你over18写0 那抱歉 你就当然是看不到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你在前面那页写了for 这样懂我意思吧 不然我们来 所以说 我刚刚 我们之前是讲八卦版 八卦版也是用over18 这个东西 刚刚有人讲要看西诗版 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因为西诗版也有这个阻挡 好 那你现在知道说 哦原来over18等于1 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去告诉阿元 我告诉这个PET这个网站说 我已经超过18岁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需要用到一个新的套件 这个单纯的就只是学习啦 你也不可能说 你也不可能说就是你就真的就是就 你就凭空会啦 对不对 好来 我们现在来 我们现在要读这个网址 好我们把 哎我们把八卦换sex好不好 来嘞 好UIL 然后你首先你要先去把这个UIL 给他抓出来 你现在正在访问他了 那访问他了以后 我要先告诉他我的over18等于1 over18等于1 好然后接着我才可以去读他的网站 我才可以去getUIL 我才可以去找到他的网站 好我们把我们把我们把这里删掉 我们这样就变成getUIL 然后我们把 好我刚刚已经说over18了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看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到了 诶 诶 这样有看到吗 好我们把这个标签把它抓出来好了 我这样 这样看比较容易一点 诶 诶看到了吧 这个我刚刚登录的是西斯版吧 诶对我登录的是西斯版对吧 这个大家片片都搜寻什么 就确实是个西斯版 那我现在要找出跟新闻有关的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不想看大家这边唬烂 对不对 我想要看跟新闻有关的 好Rung interesting position 有没有新闻 诶有诶 那我们把新闻给抓出来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mytable 诶看到了吧 私密片给人看一下恐关两年 有提 女中士 日接时刻 好 这个你看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新闻 对吧 你如果以此类推一直做下去 你应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啦 主要就是 你需要告诉他 你是obus 吧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 我觉得就是这个也非常好 我们来试一下 试着找出最新的十篇文章 就是我刚刚用的方法 重点是 你在read URL 的时候 你不是直接去read他 你是先告诉他 你看这个CYL 是你已经告诉他说 你obus 吧 然后你把这个资讯 get UIL 拿到他的文字之后 你在read html 把它解析掉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有一些网站 你要需要按东按西的那种 他大部分都是透过这个方式 就是 你需要在你的电脑 本极端 去储存说 obus吧 你会说 这个有阻挡什么东西吗 这样这个网页 是不是设计的非常烂 obus吧 太简单了 对不对 诶那个 其实他本来也没有想要挡你 对不对 他只是根据法令 要这个做一下 诶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 这个方式 你有非常多什么要 什么 我们这样讲 就是可能 我们就带到就好了 就是有非常多 你可能需要付费观看啊 或是什么 的网页 那其实他多多 他很多时候都是用cookie啊 就是在挡 你只要能够伪造一个cookie 你就可以进去了 那只是说 那你可能就要先做一次 就是你先刷一笔信用卡 那看一下你得到了什么cookie 这个时候 你以后可能就可以靠那个cookie 一直用 当然 很多时候 你得到cookie 其实是 如果现在有一些网站设计的比较好 你得到的cookie是一个现实的 就是可能这24个小时之内会有用 那你不可能明天用它 然后去访问别人 然后还是可以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 其实 其实网页也没有什么技术 你付钱的 其实你就是拿到一串密码 对不对 一串密码只是你看不到 那实际上他就藏在什么cookie啊 这些地方 好不好 好那我们现在给 诶 什么 我觉得还没有给你们练习题啊 那不行 这个实在是太令我意外 好那我们给大家练习一下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是做了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 诶我们今天 大家自上了解了 我们到底要怎么用程式去爬网页 这个有非常多网页上的资讯 我们可能是需要的 好 主要说以后如果你做研究的话 你可能要上网查什么 什么基因的资料库啊 什么蛋白质的资料库啊 他的网页多少是固定的 就是有一些栏位 你需要把它catch下来 对不对 你可以用程式帮他做 帮我们做 那当然这个 当然你们 你们现在可能会对这个 找论坛会比较有兴趣啊 然后去Dcard看看这个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 这个 有趣的这个 重要的事情发生 不过这个APP多少少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追踪提醒啊 好像都做得很好 对不对 这个 你在网站上面可以找到什么资讯 这个就给大家自己发挥了 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交到这里 那大家这样子对网站就有点了解了 那我们下一节课开始 会这个 会教大家怎么去写网页 我们现在教人家 教大家怎么读网页 我们下节课会教大家怎么去写网页 这样好不好 那 你还可以再练习一下好不好 今天上课就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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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